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影言人一帆 那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季 要来谈有关于台湾早期的历史 我们邀请到薛化元老师 来我们谈一下有关于这一段的历史 来邀请薛化元老师 一环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季想从早期台湾的历史开始讲起 这早期台湾历史指的 不是考古那种史前史的阶段 而是说有文字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一开始早期来台湾的一些人 大部分是海商 或者是所谓的海盗 那这些人在过去一看 实际上是有一个跨国性的集团的成分 那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站在汉人这个角度 到底是怎样来台湾 有哪些传说等等 那有关汉人的这个海商或海盗来台湾 过去来讲讲过两个人很重要 一个就是林道前 一个是林凤 那林道前的故事里面 就诚意说他到达台湾 那跟原住民发生的这个冲突 特别有传说说 他甚至用原住民的高血 来修复他的船只 那我们也知道 林道前的故事 建成这个东西 是不是 异防跟大家讲一下建成的内容可以吗 那他主要的故事内容是以林道前为主角 那还包含了我们高雄人在古山这个地方 经常有 有关于林道前买经的传说 那这一系列的一个传说呢 就是林道前来到台湾 那他是带着一个神话的色彩 就是有一个人跟他说 他要进行一个仪式 那包含了就是祭拜的部分 那最后呢 他才可以就是获得政权 但是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他最后失败了 那失败之后呢 他就整个人就败走 因为官兵来打那就败走 那包含了他最后就把黄金呢 埋在古山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高雄人呢 经常会有古山埋经这个传说 那这个建成这个故事呢 就是以这个剧本呢 去做各种故事的融合呢 他时间包含了从林道前开始 那到战后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有关于林道前的一个内容 那但是这是戏剧上的部分 那老师在历史上的林道前究竟是如何 应该比较接近就是 一开始被余大友围剿 跑到台湾来 那台湾的时候跟原住民相遇 那传说中就是 原来在高雄就叫原住民 因为受到林道前的打压 就逃到这个屏东 这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一段 但是基本上林道前 很重要的事情要记得 他是来自广东的朝宗 也就是早期跟台湾有关系的海商集团 跟潮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除了林道前之外 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人是林凤 那林道前原来在中国大陆沿海 就已经等于说有威名 所以我们看看当时的都府的周书里面 讲到他说他威行于内地 十年以 但是他所建构的实际上是一个海上贸易的状况 所以包括林道前 他后来又跑到东南亚去 所以台湾 中国 东南亚 加上我们接着下一集会讲到的日本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贸易的管道 当然贸易当然包括决裂灾类 所以后来就说林道前就在1573年 然后就拜逃 就到今天的柬埔寨 后来甚至又到了泰国 所以泰国也有林道前的传说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都府书役这个部分 这个史料近十年来才被找出来提出来的 主要是由中国学者那方面所提出来的一个史料 那这个史料主要是由刘瑶慧 刘瑶慧这个人是福建巡抚 那他写到1573年林道前 雄距广州 潮州 主要是广州沿海这个地方 然后以潮州为主 那因为他这个咒译他就已经提到了 他是危险于内地十几年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林道前 他至少在1563年以前就已经横行在海上了 那特别是以潮州为发展 那林道前他是一个潮州海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潮州海盗在那个时候 就是潮州人的势力是 在海上是算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除了刚刚林道前那个传说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清代的时候呢 也写到了有关于林道前的部分 那特别是有关于侏罗县制的部分 那在侏罗县制之前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台湾制略 他也写到有关于林道前的事情 那不过大家提到的部分 其实内容是差不多的 就主要是提到林道前呢 他被都府于大游所赶 那就跑到台湾来 那这下面这部分呢就提到了 因为就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他已久使给诸藩罪而杀之 那所以最后呢 就是取血条灰已故传 那这段部分 当然大家就说这是有带点一种传说 或者是不太 不一定合乎事实啦 对 但是他也是 但是他是作为一个清代史料提到林道前 来到台湾的一个证据 但是不是只有他而已 其实是非常多的史料都是有提到的 那他特别提到的是在加进42年的时候 那或许会有人觉得说 这个史料是不可信的 或林道前是没有来过台湾的 但从综合史料来看 我们还是保持了林道前 有来台湾这个部分 那我们要提的一个重点是 林道前来到台湾的哪里呢 大家看到这里提到的大规碧 呃 屁破摩这个地方 那大规碧的大规碧呢 就是我们今天台南的 盐水 盐水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里写到侏罗地 其实这两个地方就是指他来到了 嘉义台南的地方 那嘉义台南为什么会重要呢 我们待会后面就会提到 嘉义台台南在我们早期历史来说 有什么重要性 是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 当时除了林道前这个海盗之外 后来再截取的 比较晚一点的是 1563年左右那个林凤 那林凤他跟林道前一样 都是潮州的大海盗 那活动在福建跟广 福建跟广东之间 那林凤因为横行海盗 就是被大明帝国的官兵来围剿他 围剿的结果 他从澎湖先跑到台湾 那台湾之后呢 再有人说都跑到菲律宾去 是 有关于林凤的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提一下 因为林凤跟林道前的时间 他非常的接近 那过去呢 在史料上面经常会把这两个人 有所混淆 但是后来经济学者 以及新的史料的发现呢 就断慢慢的 林凤跟林道前他们的活动 逐渐的清楚了起来 那 为什么会混淆呢 第一方面他们两个都是潮州人 一个呢 林道前是会来人 潮州会来人 然后另外林凤呢 是潮州府的姚平人 所以呢 再加上他们的活动上面的时间 其实有点相近 那我根据史料来看 应该最先还是由林道前为期 那林凤为后 但是他们的活动时间是有重叠的 所以呢 大家就是会把他们过去来说 可能会稍微有点混淆 甚至认为是两个人 是同一个人 对 最新都有 因为他们都姓林嘛 是是是 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地图上来看 从地图里面 大家可以发现 所在的海盗的位置 那个 那个 从原来的 这个潮州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 跨的就是 福建 这边是福建 对 这往福建 那以后再往福建 看大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 再接着讲其他海上集团的时候 一定就会从这个角度 来跟大家来说明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对 那潮州有一个地方就是南澳的 南澳这个部分 那南澳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当然就是往后的海盗呢 经常都会到这里来 包含我们接下来会谈到郑志龙的心情等等之类呢 他们都会站去这个地方 那潮州呢旁边接的是什么 接的是 江州府 所以潮州跟我们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呢 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包含了林凤他的活动呢 呃 我们刚刚前面那张食物有提到呢 他被官兵所赶嘛 所以呢 他就有 呃 那重要我们一定要提到的王岗这个地方 王岗是哪里呢 其实就是 我们往后会讲 那我们先卖个关子 那他当然是台湾的一个地方 王岗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他是非常多 海盗呢 都会聚集到这里 包含了到了后来 17世纪 荷兰人来了之后 郑志龙等等人之类的活动呢 都跟这里有关 那这是有关于林凤的部分 是 所以就这样是我想 我们进一步要接着跟大家说明 这两个故事是一件事情 所以到了等到我们再看 之前在2005年的教科书开始 我们讲到说 成帝的东欢记 是 像成帝的东欢记就是 把过去汉人典籍中 对台湾的故事的认识 那么结集在这个资料里面 变成是一个总成 也就是东欢记的内容 不一定是成帝到台湾来 实地考察结果 他把它的认识 跟他看到的合在一起 这个地方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就是说 要注意 因为现在既然讲到了 这个林道前林凤 那大家知道说 他们是以广东潮州为主的 这个大的海盗或大的海商 那所以我们必须说明 要注意这个麦乐庄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所谓的沃后结合在一起 那为什么要跟沃后结合在一起呢 因为所谓的沃后的行程是要分作两个阶段 最早期是为了面对大明帝国建国之初 所谓来自日本的这种外力为主的沃后的时候 有海境 海境的结果就导致于沿海秘密贸易的盛行 到了晚期我们讲到的这个 讲到这个沃后 想大部分已经是以汉人为主所建立的集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要持续进行 结列和讲 其实很重要的是说 跟这海境的持还是景有关系 持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正常的处理 景的时候秘密贸易的部分就更多 我想在这段里面 我想我们应该跟大家注意说 这里面的记载里面 包括像林凤他如何来来去去 所以你看到这要怎么写 那个刘瑶慧的文献里面讲 他护回心甲 什么意思 走又来这样 你还跟麻豆翻 而且麻豆你看 跟我们现在用的麻豆不一样 他最早的文献 麻豆就是有炒柱头这个洞 然后跟这个原住民产生了冲突 冲突之后 那么它又跑走 所以这种来来去去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 那等到以后 西方人来以后 是进入了另一个脉络 什么脉络呢 把原本是汉人 日本人建立了在整个建构的架构 那么贸易架构 开始融入了西方的架构 在大航海时代以后 它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站在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看到 我们现在讲的台湾史 变成是东亚史密切相关 实际上跟世界史有一定的关系的 是 那刚刚老师讲到我们台湾史跟东亚史有密切相关 那甚至在17世纪之后呢 就跟世界联合起来 那所以 那我们回来看到16世纪 12世纪中期 我们用林凤这个例子来做个例子 刚刚老师谈到 他先来新港 然后打麻豆翻 然后呢 他到被七零等翻夾几 七零这个地方 学者认为这是今天的二零的部分 所以他来这里整备之后 来到台湾整备之后呢 他就南盾去 南盾去哪里呢 老师南盾去哪里呢 林凤我讲主要是跑到福利宾这个东西 我想这一段呢 暂时先告一段了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脚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是颜恩一帆 刚刚我们刚提到了 林凤他南盾菲律宾 就是吕宋岛 那我们必须要提到呢 其实早期海商呢 或者是中国人呢 汉人呢 他们到东南亚的贸易的情况 非常多 那再包含了 刚刚我们最早提到的林道前呢 他也是 那前面提到林道前 他被官兵打败 败走之后呢 他到了战城 那所以呢 他就根据实际的研究呢 其实他到过了 越南柬埔寨 那包含今天的北大年 泰国中部的部分 那北大年他原本呢 是属于马来系这一边的 那所以呢 他林道前呢 他在北大年这边的传说 非常的多 那包含了北大年呢 也有一个 有关于林姑娘庙 大家如果上网查 或者去过北大年 应该就会知道 是非常著名的 就是有关于他妹妹的庙 那所以呢 林道前他到 北大年的这一个关系呢 包含了就是 呃他跟官方有合作 那当时的女王呢 就有请他做冲 做浅 那浅呢 这个部分他是 就是类似那个 长冲的部分 呃长炮的部分呢 他是浅 那不是 不是我们所谓的大炮 那这部分呢 我们保留一点秘密 在下面有关于郑芝蓉 要攻打台湾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提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说到就是 林道前他跟北大年的关系 非常密切好 那就所以呢 当时的海盗呢 他的据点呢 就包含了东南亚这的部分 那所以东南亚 他是一个包含在 贸易网络范围里面的 对不对老师 是应该这样来讲就是说 在整个 明代的整个海上的贸易的 系统里面 是中国大陆 台湾 那么东南亚 包括日本 是整个在一起 那这是一个东方 或者东洋的海上贸易网络 是 所以在刚刚上一段节目中 我们说到了 等到西方大海时代来以后 就把这个整个脉络呢 带进去西方整个 贸易网络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 那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想 可能必须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因为 如果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我们以前教科书 有讲到什么 汪子这个大海道 是 但是这个窩寇的汪子 实际上它比较特殊 它是飞山 是 所以 所以换句话说 在中国以 从浙江 福建 广东 为主这一块 甚至可以到江苏 这一块的沿海 的人士 跟所谓的海商集团 跟海后 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会举更多例子 跟大家说明 其实它跟 这个 有的人出生大国后 是世生家族 所以不是大家想象出 这都是属于 可能是 比较浩勇斗狠之徒 不一定是这样 这是请大家 务必要理解的 所以你看 就是因为 所谓的窩 跟这个 出生的 很多是指的是 大明帝国出生的 我记得在好几集以前 我们跟大家讲过 真窩不过十之二三 宜街贾窩 这个原因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 当讲到临到前阵的时候 就跑出什么窩党啦 海寇啦 流寇啦 这些名词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大家要注意 就像讲到欢 大家都以为讲的是原住民 其实在汉文典籍的欢 有时候指的是汉人 是这样 那有关于藩呢 有时候他们指的也是 西来的这些洋人们 那在文献上面有时候也称他们为藩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汪子 在汪子在老师的学习过程之中 或者是老一辈的人来说 其实他是非常有名的 那他叫汪子或汪子 那在日本人称他为窩寇王 那其实呢他是一个中国人 他是大明帝国出生的嘛 那他的出现的其实代表的呢 长期以来十五世 十六世纪以来呢 整个海上的一个秘贸易 就是海寇的一个盛行 那在所以在汪子之前 其实还有其他人 那他们主要站的呢 在今天的宁波口 舟山群岛的那个部分 所以舟山群岛那个点 在早期的历史非常的重要 是一个海盗或者是海商 那或者是大家来那里 秘密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是 简单来说就是 合法的时候就是海商 不合法的时候就是海扣 那所以我们可以整个来看 整个这海商集团的那个出路的地方 这样从地图上来看 可能更清楚是不是这样讲 是 好那有关那张倭寇图呢 它是明代的丑海图片 那提到了沿海地区的人呢 要去海上贸易的部分 那在那个图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临坡那个地方呢 就有人指海出去 那为什么会直接到日本去贸易呢 就是当时日本它是不允许被直接来到中国进行超购贸易的 那所以呢因为当时的一个需求的量的大 那加上日本它有银子 所以呢就是非常多人到日本去贸易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汪植他的部分他的出生也很特别 刚刚老师提到他是回商 那他在 呃 双鱼岛 呃他在宁波双鱼岛那边出去之后呢 他曾经到日本贸易 到日本贸易之后呢 他在引窩引日本人回来 在双鱼岛贸易 那甚至之后呢 有加进大海盗 加进大海盗呢 他就呃 带着一些人 包含日本人中国人来攻打那个地方 那我们提到双鱼岛非常的重要 包含了他后来有 呃 葡萄牙人呢 来到中国沿海贸易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去占双鱼岛 那这想这个部分呢 呃 或许是我们下一次提到的内容了 对不对 是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简单来说 整个的贸易的范围 包括像江浙的宁少温台 这一个地方 然后福建的福建的张权 那广东的汇潮 这附近的人都是习以海上的 而且甚至可以照小舟就可以出去 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理解说 当时整个这个倭寇集团 或海上集团的一个贸易的 状态的状态 是的 好 那呃 我们今天呢就提到了有关于海上集团呢 他在早期1650 呃1650前后呢 呃的一个呃1550 不好意思说错了 1550前后的一个活动的情况 那他所占据了东南沿海的一个地方呢 特别是有谈到的双鱼岛 那就呃这里呢就要谈到我们往后呢 会谈到葡萄牙贸易的部分就是洋人东来洋人东来咯 那呃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各位观众继续收看呃 下一集的部分我们就会继续提到了 谢谢收看 大家期待下一集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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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